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铁撒罗尼加后书第一天 铁撒罗尼加后书一章一至五节 信心与爱心 保罗希拉提摩泰写信给铁撒罗尼加 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 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弟兄们 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 这本是何宜的 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 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 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 仍旧存忍耐恨信心 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 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 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 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保罗很欣赏铁撒罗尼加教会 一想到他们就觉得非常欣慰 第三节保罗提到他为这个教会常常感谢神 而且他认为这样常常感谢是合宜的 第四节更提到他常在各教会中公开称赞他们 且为此夸口 但愿我们的教会也能成为众人的榜样 而使别人因此常向神感谢 如同铁撒罗尼加教会一样 这不是因着我们的骄傲 而是为了神的荣耀 神的教会本当让人看见 他们就心被恩感把荣耀归给神 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 保罗为铁撒罗尼加教会感谢什么呢 又为他们夸口什么呢 当别人提到我们的教会时 他们会为我们感谢的是什么 我们认为我们值得夸口的又是什么呢 是因为有漂亮的教堂吗 还是因为教会有丰厚的存款吗 亦或因为我们主日有许多人聚会吗 这些固然也很重要 但是我们看见 保罗为铁撒罗尼加教会所感谢的都不是这些 第四节更提到 他为他们感谢的是 他们有增长的信心 及充足的爱心 第四节更提到保罗为铁撒罗尼加教会夸口的 是他们在逼迫患难中的忍耐和信心 所以保罗为他们感谢和夸口的 不是外在的东西 而是教会内在的生命力 是他们紧紧跟随神的动力 这真是值得我们反省效法的 今天有多少教会有美丽的教堂 有雄厚的财力 但信徒却在安逸中沉睡 在患难中跌倒 教会中没有真实相爱的生活 甚至还有结党纷争 这样的教会有什么值得感谢夸口呢 我们情愿教会回到初代教会的光景中 虽然金和银都没有 又身处在逼迫患难中 但教会却充满信心与爱心 这才是神所喜悦的教会 不仅如此 从第五节我们看见 在一切逼迫患难中 仍存忍耐和信心 是神公义审判的名证 神将来会对教会施行审判 但不是看教会有多少财力 殿堂有多美丽 甚至也不是看教会的活动 充足的爱心 而发出感谢与赞美 道读神的话 铁撒罗尼加后书一章三节 弟兄们 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 这本是合一的 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 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 阿们 感谢主你教导我们 应该要为弟兄姊妹们常常感谢神 这本是合一的 常常为弟兄姊妹们向神献上感谢 这本是应该的 阿们 是的主啊 我们要为彼此信心的增长 来向主祷告 你是使信心创始成中的神 求你兼顾我们的信心 提升我们的信心 凡事都要仰望我主耶稣基督 阿们 谢谢耶稣 你是使信心创始成中的神 我要凡事仰望你 你是爱我们的主 你没有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的 我赞美你 我们能彼此相爱 是你先爱我们 孩子向你献上感谢 阿们 感谢主 我们爱乃是因为你先爱我们 是你的爱在我里面 使我能够去爱弟兄姊妹 求你扩张我的爱的能力 求你扩张我包容的心 使我能够真实的去爱弟兄姊妹 阿们 是的主啊 求你扩张我 扩张我那爱人的心 使我能爱周遭的人 与弟兄姊妹能彼此相爱 帮助我是一个与人和睦的人 阿们 主啊 求你帮助我 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我要感谢你 谢谢你的爱在我里面 使我能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我也要为每一位属灵的家人 向神献上感谢 感谢主 把他们放在我的身边 使我们互为肢体 连结在主爱里靠着主 信心可以格外增长 彼此被主建立 成为和神心意的人 阿们 赞美耶稣 是的 我们倚靠你 信心就能格外增长 你就是爱 谢谢你的爱 使你先爱我们 使我们有爱人的能力 谢谢你的爱 常常安慰我 谢谢你的爱 常温暖我的心 主啊 我感谢赞美你 阿们 是的主啊 谢谢你 常温暖我们的心 我要学习你那无条件的爱 求你的爱充满我 却爱每一个是不求回报的 是不带条件的爱 我要谢谢你 阿们 赞美主 因为你的同在 所以我们能彼此相爱 因为你的同在 我们没有惧怕 主啊 我感谢你 在你的爱中 是没有惧怕的 赞美你 求你继续加添爱心和信心给我们 使我们的爱能充足 使我们的信心格外增长 我要感谢赞美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